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在文告中省思了人工智能对世界和平的影响 敦促国际社会通过国际公约来规范 以确保人工智能的发展 最终要为人类有爱及和平大业服务 2024年的第一天 普世教会庆祝世界和平日 教宗方济各也公布本届文告 主题是人工智能与和平 因此 教宗在文告中 首先表达天主赐下圣神给人类 使他们有智慧、技能和知识 能做各种工程 人类的聪明才智 是造物主赐予尊严的表现 因他按着自己的肖像和模样 创造了我们 且让我们能有意识 并自由地回应他的爱 科技则以特别的方式 彰写人类智慧基本的相关特质 人类创造潜力地解除成果 教宗提到 科技与科学进步是把双面认 所以我们应该关注这些 新科技的伦理幅度 使科技的进步 要有助于改善人类社会的秩序 促进有爱共荣和自由 得以增进人类的福祉 促成世界的转变 因此 需要成立一些负责研究 新兴伦理议题和保护 使用者权利的机构 假如科技发展 没有促使人类生活品质的提升 反而加重不平等和冲突 那么这些发展 绝不可能算是真正的进步 教宗指出 人工智能带来的诸多挑战 牵涉到人类学 教育 社会和政治层面 接着 教宗提醒 要当心民主社会 及和睦共处所面对的危险 就是人工智能背后的科技至上态度 以及对人类无限权力的追捧 让人工智能引发迫切的伦理问题 包括歧视 操控或社会控制 比方说 信任那些把人群分类的自动化程序 运用无孔不入的监控或社会信用系统 建立公民的等级排序 这会对社会结构造成深远的影响 在这些种种因素 教宗敦促国际社会 携手致力于通过一份 有约束力的国际公约 在人工智能的应用和执法方面 促成多边协议 并予以协调 从正面的角度来看 教宗表明 人工智能可以用于促进人类整体发展 在农业、教育和文化领域 引入重大创新 提高所有国家和民族的生活水平 增进人类手足情仪和人际友爱 教宗最后总结 我在新年依始祈愿 各式各样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 不要加剧当今世界 有的不平等和不公益情况 却要帮助终止战争和冲突 减轻我们人类大家庭 所遭受到的许多苦难 1月1号是天主之母节 教宗方济各邀请众人 将这新的一年托付于天主的母亲 让圣母温柔的爱 带领我们走向耶稣 前一晚 教宗与6500名信徒 涌唱年终感恩谢主曲 邀请人们活出感恩和希望 元旦上午 教宗方济各在圣伯多禄大殿 主持天主之母节弥撒 约有七千名信友参与 教宗在讲道中阐述了当天读经二 加拉达书上所指的 时期一满的意义 以及天主子如何通过圣母玛利亚 降生成人 广施恩宠 圣母是天主拣选的器皿 为上主降临于世 做准备的高峰 因此 在救恩时期的最初 就有天主之母 我们的圣母 教宗说 天主之母的称号 表达出一份喜乐的确信 那就是上主 一名在他母亲怀抱里的小婴孩 与我们的人性 永远连结在一起 这是上主 与我们永远的盟约 天主之母 更是一条 关乎希望的信礼 教会也需要在童真圣母玛利亚身上 重新发现 如何借由充满关怀和照料 耐心和母爱鼓励的牧林植物 发挥其孕育力 接着 教宗提醒我们 可以在圣母那里寻求庇护 特别是在孤单时 捉襟见肘时 当我们在生活中遇到解不开的结石 在这缺乏和平的时代 愿我们转向圣母的祝佑 做个缔造团结合一的工匠 并且怀着他洋溢母爱的创意 和对他子女的关切这么做 教宗最后敦促我们 将新的一年托付给天主之母 把我们的生活奉献给他 因为他将带领我们走向耶稣 前一天12月31号主日下午5点 教宗方极客在圣伯多禄大殿 主持天主之母节第一晚岛 永唱年终感恩谢主曲 感谢天主一年来所赐的恩典 大约6500人参礼 教宗邀请人们 活出感恩和希望 不是从世俗的角度 而是从与天主和兄弟姐妹的关系 这个本质出发 为了即将到来的2025年喜年 教宗邀请人们 在新的一年为喜年做好准备 特别是透过祈祷 圣母玛利亚是我们祈祷的榜样 教宗希望罗马能成为居民和访客的希望标记 本赌十六世教宗逝世一周年 甘四位总主教在圣伯多禄大殿 为已故荣修教宗举行纪念弥撒 曾在前教宗本赌十六世任内及隐退后 一直担任他私人秘书的甘四位总主教 在本赌十六世世世一周年之际 梵蒂冈时间2023年12月31日上午 在圣伯多禄大殿主持纪念弥撒 并为这位已故教宗祈祷 在弥撒讲道中 甘四位总主教多次引述 本赌十六世教宗生前的教导 特别提到这位已故教宗的祈祷生活 以及对他人的和善与谦卑 总主教说 祈祷是本赌十六世日常生活中的一个特点 这反映在他的言行举止以及容貌上 他曾在2011年12月28日的公开接见活动中强调 圣母玛利亚对耶稣的注视 成了每位信徒和教会的楷模 总主教唯唯道出本赌十六世 与天主密切结合的一生 甘四位总主教最后表示 本赌十六世与上主的密切关系 也反映在他与周围人的关系上 他待人总是和蔼 谦逊以及坦诚 对他而言 与天主的共荣以及与他人的共荣 是不可分离的 教会继续不断地由耶稣的圣体来建设 将人们团结在一起 建设基督的大家庭 迪刚总主教蒙主恩昭已满一周年 将成为辅人大学医学院的大体老师 日前开放瞻仰仪容 台北总教区1月3号上午 在辅大进心堂举行追思弥撒后 并到医学院国洗楼四楼 向迪刚总主教致意 怀着对迪刚总主教的思念 近百位省长和信友 1月3号在辅大进心堂 举行迪总主教逝世一周年 追思弥撒 由台北总教区中安柱总主教主理 台中教区苏耀文主教 台南教区黄敏镇主教等神长共济 我们聚在这里为迪刚总主教追思祈祷 为他生前的付出与奉献而感恩 选择在耶稣圣明节 为迪总主教举行追思弥撒 是因为活出耶稣相貌的基督徒这个名号 是迪总主教一生视为珍宝的名号 因此弥撒中讲到的福大项目 林知鼎神父说 不管我们取的是任何一个名字 当我们都成为基督徒的时候 这个名字有了一个崭新的意义 那就是基督徒 而我们对耶稣基督又是如何认识的呢 我们对我们自己的名字都是从小到大 慢慢地成长于眼镜 对于耶稣基督圣明 我们又是如何认识祂呢 为有一些人来说 耶稣基督是一个我不认识的陌生名号 为我们这些基督徒而言 认识了耶稣 也认识了新的生命 透过圣经 透过我们的生活 我们慢慢去体会到 这个名字在我们的生活中间 产生了多少深远的影响 所以我们就从一个陌生人 我们也许不太清楚他 慢慢慢慢地变成了是 认识这一位他是带领我们 甚至走出我们自己的死因幽谷 领我们复活的那一位 所以我们的生命就再也不同了 我们每一个人因为圣喜圣事的关系 我们都成了基督徒 我们也在这个世界上 为很多人 我们就是天主的羔羊 耶稣圣明节成了我们 每一个人的名字 共同的名号 这就是我们的敌总主教 心心念念 愿意跟我们分享的名号 基督徒 伊萨最后由中安住总主教 带领与会者 向敌总主教一向行礼致意 向敌总主教一向行三鞠躬礼 一鞠躬 再鞠躬 三鞠躬 随后与会者在中安住总主教带领下 前往辅大国洗楼四楼祈祷室 先向大体老师领会 恭念天主经圣母经圣三光荣经 然后在大体老师存放室 瞻仰敌总主教怡荣 很爱敌主教的教友 觉得说 假如把敌主教的名字 放在那个赖神父的那个基金的上面 那个敌主教对于跟赖神父是一起要推动医学伦领 因此他生前的好友特别捐助款项 给赖甘霖神父医学伦理教育奖励金 中总主教特别将代表这项君主的大地甘霖 置放在莫斯廊内 让医学的爱代代相传 12月31号上午 圣家县女传教修女会 在景美会院欢喜庆祝圣家节 弥撒由台北总教区中安住总主教主理 圣言会中华省省会长聂达安神父 等12位省长共祭 圣家大家庭与信友们近百人 为圣家节同生共祷 在小小的会院圣堂里 圣家大家庭与信友们超过百人 共同庆祝这个喜悦的一天 虽然各地会院的修女们 因为年长而无法前来共同参与 但都在台北台中高雄等地 同时进行献上祷生 中总主教在讲道时说 圣家会在台湾一直以来 都有圣言会士和郭杰林神父 等多位神长的陪伴与同行 而今天台湾总修院长 罗继元神父带领了四位 灵修年的修士一同参与 持近日的众人如同圣家一般 为了耶稣腾出空间 前来尊敬圣殿和怀有信德 我们还是怀着希望我们借着我们的祈祷 天主愿意的时候 他也许可以感动一批年轻的女孩子 然后对 因为对这个圣家 对圣家会这个宗旨这个精神 他们可能 天主愿意的时候能够感动他们 也让他们能够进一步的来 所以我们从来在信仰里面都不要失望 我们常常是鉴定我们的信德 但我们也是在祈祷当中不断的来祈祷 那天主他的许诺会逐渐的应验的 我们求天主降乎我们 让我们大家 我们对天主的信德都能够逐渐的增强 那这个也是最重要的 因为这个世俗化 一直要拉扯着我们朝向世俗 看着世界上的事物 不要想天主 不要跟耶稣基督接近 这个其实都是魔鬼的作为的 新会员呈现入会宣誓词及蜡烛 领受圣家善会领金 赠送新会员纪念礼物 圣家县女传教修女会 杜金焕总会长致辞时 感谢天主在六十多年独生生活中 时时看见天主奇妙的安排 我想若是虽然很安静 圣母也很安静 耶稣不曉得安静不安静 不过不管静还是动 他们都是在天主的爱当中去工作 我爸爸105岁 现在比较不能起来走路什么的 都是躺着 有一天他自己说 哎呀我现在就是睡觉吃饭 吃饭睡觉这样而已 我自己觉得生命是这样而已 然后他他也会觉得是说 生母啊你要拜托你啊 你要帮忙我啊 就是就是虽然老了 年纪大了 但是还是会在我们的信仰内 继续的生活下去 我想这个是我们每个人都努力要做的啦 弥撒的最后 耶稣会古韩松神父和杜敬一神父 分别用德文和意大利文献唱平安夜 给圣家会的修女 圣家大家庭与所有与会者 随后在共荣参会时 周安柱总主教台湾总修院长罗继元神父 与圣家大家庭轮流献唱 让现场欢乐气氛添加几分精彩 更借此机会 感谢圣家县女传教兄女会 孜孜不倦的为天主和圣家传扬福音 祝我们圣家快乐 祝我们圣家快乐 天主教台湾地区主教团秘书处 提前于1月4号庆祝主显节 主教团秘书处秘书长成科神父 在讲道时指出 庆祝主显节的时代讯息是 我们替基督做见证的方式是多元化的 我们不仅要以个人生活 也要以团体生活的方式为福音做见证 台湾地区主教团秘书处为了庆祝主显节提前于1月4号在主教团大楼圣堂举行 秘书处及主教团各委员会成员还有恩人们一同参加庆祝礼 主教团秘书处秘书处秘书长成科神父在讲道中指出 主教团庆祝主显节为的是传达一个重要的讯息 那就是基督要我们替他做见证的方式是多元化的 除了以个人的生活见证 也要以团体生活的方式服传耶稣 显明基督的救恩 我们除了需要个人的生活做见证以外 我们也需要以团体生活的方式替主做见证 一个基督信仰团体的见证力量 主要是靠他的传教使命和他团员的讨论通 其团结合作 因为一个人的道德生活良好 他会受别人尊敬 但他的信仰不一定会吸引人 相反在充满对立暴力 每个人都为自己着想 不顾别人的时代里 一个和平 单纯 精神团结 对外开放 乐于为人服务的团体 反而会吸引人 我们庆祝主显节 就是要以团体的方式 向别人表示 耶稣基督是和平君王 成科神父再次以东方贤士奉献的礼物 黄金 乳香 墨药 象征与耶稣相遇的态度 黄金是君王专用的 所以我们要让耶稣统一我们的生活 祂是我们生活的君王 乳香是用来奉献祈祷用的 所以我们愿意把我们的时间用来奉献祈祷给耶稣 墨药是用来涂在伤口 防止伤口的腐烂 所以我们要用我们的美德 来安抚那些被人罪过所造成的创伤 最后成科神父勉励大家 跟随教会的脚步 如同三位贤士 被小民之心带领 最终必能获得基督的光明 今年不同以往发送圣人守护卡 而是发愿望卡 给在场所有参与的成员 能在卡片上写下自己对于未来一年 在信仰上 在任务工作上的期许 然后把这一张对自己承诺的卡片 放在常常可以看见的地方 时时提醒对自己对天主兑现承诺 耶稣圣诞快乐 好不好 谢耶稣圣诞快乐 礼仪结束后 大家举杯用餐共荣 最后整个主兑现承诺活动 就在众人引勇平安夜的歌声中 圆满落幕 2023年 全世界走过疫情 也看见战火各地延烧 在迎接2024年的跨年夜晚 台湾各地信友纷纷在活动中 为化解冲突 寻求世界和平祈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所以我常说这个元大 教会为什么要把这个天主之母 把它提升 让我们意识到 让我们庆祝这个伟大的奥秘 所以要我们多 不只是圣诞节这个奥秘 让我们特别看到这个母亲啊 他跟这个天主合合为一个母亲 他跟天主说Yes 按照你的旨意 按照你的旨意 所以我们今天全世界都在庆祝一个奥秘 也就是一个新的 一个新的年 一个新的开始 一个起发 一个新的旅程啊 每一年每一年的圣诞节 每一年的元大 我们都应该怀抱这样的心 祝祂姐妹 借此印记 领受天恩圣神 祝你平安 感谢祝你平安 12月31号晚上10点 台中教区在主教座堂 举办与耶稣一起跨年 迎接2024岁末感恩祈祷祝礼 以感恩音乐会 感谢道别2023年 在民工圣体美好祝福中迎向2024年 台中神恩复兴共荣服务团队 以喜乐的圣歌族曲 温馨揭开感恩音乐会序幕 主教座堂主任斯多 黄清富副主教 副主任斯多黄军胜神父 刘兴恩神父 以福音歌族曲带动全场 齐心感谢赞美天主 欢心期待迎接新的一年 灵上跟大家 支持同党们 祝奉 讧慮 祝奉 讧 bağ 而后苏主教恭请圣体 与圣体昊光中 恭读福音后 苏主教讲道 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 那我们也再次的祈求天主 特别在圣体面前 那我们教区也 按照高雄教区 他也希望我们明年各教区 都是跟他们在一起 从1月开始到9月 有9个月的敬礼 特别在圣体面前 他们推广这个圣体敬礼 也在这个高雄教区的网站 提供各种资料 他们也邀请各教区 跟他们一起 那主教团本来也希望 各教区一起定台湾为圣体年 但是每个教区有不同的 一个需要 但是我们教区愿意 跟高雄教区在一起 我们教区定为 明年为我们的祈祷 集圣体年 就是教终邀请我们的 2024年加深我们的祈祷 但是我们既有圣体大会 我们更强调圣体的这个 这个弧度跟身体在一起 苏主教高举圣体浩光 串串铃声中 2024年第一个恩宠祝福 随着鸟鸟新香 亮晃晃的洒落在每个人心田 在主爱恩宠中 与耶稣一起喜悦迎向2024年 我们将尽头转回梵蒂冈 教宗方济各在周三公开 借鉴活动中指出 基督徒的生活 充满了将精神斗争 转化为恩典时刻 在灵性的争斗中 一是天赋的恩典 我们将大获全胜 在2024年的第一次公开接见中 教宗方济各在保禄六十大厅 以恶习与美德为主题 展开心一回合的药理讲授 他表示 基督徒的灵性生活 绝非风平浪静 一反风顺 没有挑战 而是需要持续的战斗 教宗说 基督徒在洗礼中被涂上的圣油 正显示出 基督徒免不了要搏斗 必须上竞技场 正如古代的格斗士 会在身上抹油一样 而充满考验的生活 也是如此 圣人不是一群不受诱惑的人 而是一群清楚知道 在生活中 要一再面对罪恶引诱的人 直到要予以拆穿和抗拒 我们一般人 有时会浮现坏念头 会想要说别人的坏话 我们大家都会受到诱惑 因此我们必须战斗 以免掉入这些诱惑 教宗指出 耶稣受洗后 就退到沙漠里 在那里 他受到撒旦的试探 他经历了 我们也必须时刻准备面对的事情 生活是由挑战 考验 十字路口 相反的愿景 隐藏的诱惑 矛盾的声音组成的 教宗接着警惕 那觉得自己一切都还好的感受 并引用尼尼维的伊萨格的名言说 在教会内 谁若是承认自己的罪 并为此哭泣 他就比那能复活死人的人更伟大 教宗强调 耶稣从不让我们孤立无援 在最黑暗的时刻 在我们陷入罪恶的时刻 耶稣都在我们身旁扶持我们 我们不该丢失这信念和事实 教宗还说 根据范蒂冈信仰通讯社 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 2023年有20名天主教传教士 在遭受暴力的情况下遇害 其中包括一名主教 八名神父 而在2022年只有18位 在2023年的调查报告中 谋杀案最多的是在非洲 共有9人 有5位是神职人员 其中4人在奈及利亚被杀害 而在墨西哥和美国 有6名传教士遇害 死者中有一位是主教 这位主教是洛杉矶前弗里主教 奥康奈尔 他向来关心穷人和移民 但遭人枪杀 此外美墨还有三位神父 和两位平信徒在去年遇害 在亚洲地区 有4位传教士被杀 两起谋杀案发生在 以色列哈马斯战争期间的加萨 另外一名传教士在欧洲与海 在初期的基督徒团体中 神恩的多样性早已显明 为了在信仰的道路上前进 我们需要持续地 与其他基督宗派和团体进行对话 祈求圣神帮助我们发现 大公教会不同离传统的富饶 让我们和教宗一起祈祷 真理新闻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感谢我们的交调予广告与和我们的界面 与他们的同时尚人和社会 不真是有一种偏域和对社会 以为是为了一种其他社会 与聆一种不同的殊教 我想,因例,同时,移社 有些葬营,藏起则 име有关系 有一些葬营教会 但继续保留信 而行不转习 是瑾者,荒荡,荒溪和语情 永久不导则准受 我們都是父親愛的天啊 我們都一樣是在愛的天啊 我們都各種同時 我們都給我們好 channel of Holy Spirit that we help us recognize the honor of the different charisms within the Christian communities and to discover the richness of the different traditions rituales within the Catholic Church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